大家好 大家萬眾期待 Elden Ring DLC 已經推出了 是不是大家都在玩呢? 當然大家有看我的直播都知道我正在玩 不過到底這個DLC是不是大家想得這麼美好呢? 先不說我自己的主觀意見 我們客觀點看看在網上大家的評價 很奇怪的事 正常來說 Elden Ring 本傳非常受歡迎 我也給了一個非常高度的評價 不過在Steam的DLC上 它的評價竟然是鋪便不一 通常在PC版上在Steam出現這些評價 多數原因都是優化問題 首先我必須說在下的電腦3080也不算是新的 不過在玩本傳的時候很少就會損 但是DLC大家有玩都知道 它有很多圈染效果和塵土 令它的大地圖非常厲害 我亦不得不把這個特效降低才可以有60fps 優化上是出現了少少問題 不過大家也知道主要的問題其實不是優化上的 到底問題是什麼呢? 我都不兜圈子了 先戴上頭盔 以下言論其實是網上各位的評價 並不代表本人立場 即不是我覺得的 我只是跟大家複述網上大家的意見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大家進入了DLC之後 打的第一個BOSS 就會非常明顯感覺到就是那個難度問題 很多人都已經是艾爾登之王 基本上在本傳裏橫行霸道 甚至九州木那些都是輕輕鬆鬆的 以為自己是一個龍澳天 即是一個世界王的開局 怎料進入去呢 給了一隻遺跡王 兩刀收你皮 甚至一個AK火箭帶走 一面猛B 你打他的時候 扣30分之一血都不夠 到底什麼事呢? 即是很多人還在DLC推出之前 還在害怕我這麼高呢 我三百多四百 我水桶身形地進入 會不會太高呢? 那你想多了 因為DLC的計法 其實完全是偏離了這個本傳 那麼宮崎英高 為了令一些新手或者一些老手 都可以在同一個起跑線上 基本上我覺得他的計法 應該是用一個比例來計算 即是無論你血量是點到99還是50 其實基本上他斬下來的那一刻 都是用一個比例上的%來計算 我發現大部份人 即是如果你不點他一個DLC的幽影樹庇護 其實兩刀必死 兩刀必死 所以其實呢 很明顯其實他就是逼你 就是要去升 即是要去收拾這個幽影樹庇護碎片 然後升他的幽影樹庇護碎片 我還記得宮崎英高在推出之前 還說你可以選擇不點這個幽影樹庇護碎片 我心想 根本不點這個幽影樹庇護碎片 正常人是不可能玩到這個DLC 當然有些神手一定可以 但我相信99%一定不可能 必需要點這個幽影樹庇護碎片 就算是路上一隻小卓 都是打兩招死 這個曲線令到很多人都卻步 很多人大罵 什麼事啊 還有基本上逼你 要到處全世界收集碎片 才可以玩到 否則太高難度了 另外呢 難度有些人就說 你以前玩Dark Show 這些都是兩下死 首先我自己玩Dark Show 3 我印象中沒有什麼王可以兩下死 就算DLC黑龍都要打三下 不幫你不計算那些遺跡 即是那些一下死的 其實正常來說 就算是4C的孤兒 都不會是兩下死那麼誇張 所以兩下死我真的很久沒經歷過 有些這樣的情況 更加不要說有些王 即是那些投技是一下死 例如城主和火巨人 另外最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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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是一個問題 無論你如何賺這個DLC 這個問題你都不能否認 就是這個遊戲的地圖和副本裡面 塞滿了一些很奇怪的道具 就是斷滯石Lv.1 Lv.2 然後那些墓地靈蘭Lv.1 Lv.3 喂大哥 很多人都說什麼了 千辛萬苦走去收拾東西 很開心 開寶箱竟然是一個強化石3 老實說 就算你去到強化石9 我相信本傳入面 其實1至9都可以找過阿婆買 對不對 有些人就說 可能是給新玩家 或者特意進入DLC 首先大家要搞清楚 要進入DLC 其實條件都不低 因為你其中一件事 是要打贏仙血君王 即是這個蒙格 大家知道蒙格的地圖 其實在本傳來說 是最高level的地圖 甚至比女武神的地圖更高 老實說 如果你有能力 你不是用外鄉 或者叫朋友的話 就算你叫這個 好 而且如果你拿到仿生累敵的話 你的level一定都不會低 即是既然你有能力進入DLC 有些什麼人是會不夠這些斷滯石 即是1,2,3 即是霧地零難 1,2,3 有些什麼人是會不夠的呢 你不夠的話 其實你出到本傳打個地城 其實基本上就可以買到 亦都不難 即是你這樣 好了算了 我當你放在一些普通的光點 被人撿也算了 有什麼理由你開寶箱 都會開到這些強化石 即是你玩夜攻擊英高 你本傳都不會這樣 你本傳開得寶箱的一定都是貴重的東西 一些裝備或魔法等等 我真的未開過寶箱開強化石 你老母 然後另一個問題 就是配合地圖空曠的問題 很多人都說 今次DLC的地圖是大義無當 其實本傳都差不多 但問題就是本傳的地圖本身大 所以其實你可能是跑一分鐘 空曠地圖你都覺得沒什麼 但DLC的地圖這麼小 理論上應該要再密集一點才是 但DLC其實很多地圖 你走完之後發覺只有大字而已 即是你基本上 中間是路到中 是不會有什麼建築物 或者一些特別的東西 或者一些窩 偶爾有些發光點 你走去撿 你去街上撿一些強化石 即是這兩樣東西 雙負雙城加起來更加低 這裡我特別要點名 他那兩個指紋遺跡 嘩 他真的只有大字 真的瘋狂瘋 真的不說粗口不行 他真的大字 如果你跟我一樣 這麼有空 走去無聊 走去鬆完的話 你發覺鬆完之後什麼都沒有 他連強化石都沒有 我真的想問問宮崎英高 你想怎樣啊大哥 然後另外要說 就是他今次的宣傳之一 就是一些巨大的怪物 即是火巨人 火巨人其實就等於前作 即是本傳之類似黃金樹化身 你打贏他就會有敵盧 但這個火巨人非常之無聊 首先他那個大家稱為收腳甲 但他收腳甲又不是本傳的靈獸 因為本傳的靈獸雖然會打你 但也不是怎樣有威脅 但這個火巨人他悶得來 他威脅性大 第一他那種天火最多人要的 神經病 就算你在他的腳底斬的時候 他的天火都可以無事物理地穿過打你 而追尾性極強 還有今次DNC有個問題 就是很多怪的招和很多黃的招 你連做滾都滾不到 很多人都說你沒有盾是怎樣打 這個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加上本身打火巨人正常 除非攻擊力很高 要不然怎樣都要去失衡兩次 你要去失衡一次 必須要爆三次才行 總共要爆六次才能殺到一隻 過程非常無聊和痛苦 我不予置評 另外有些火巨人的機制 需要你去高的平台丟一些火球 這個丟火球也算了 本身也沒什麼 但問題是 剛才提到他有隻天火 這些平台的地形是非常小的 你根本是避無可避 他放天火你真是不知可以怎樣做 如果死了 你之前丟的火瓶 因為你製作需要一些素材 特別是那些死人蝴蝶 你一丟完之後 你失敗了 如果你不夠材料 你又要去捉蝴蝶 火巨人是整個DLC設計得最失敗的一點 這真是沒話可說 剛才所說的一件事就是 武盾如何辦呢 另一件事最多人投訴 就是某些王 難不是問題 但難得合不合理 有些王的攻擊頻率太高 第一他的攻擊慾望太高 第二他的攻擊的密度太高 他中間基本上是沒有間斷的 沒有透氣位 我特別要點名有幾隻 第一野豬王 野豬王是絕對是狠狗的 我不知道他的設計出現了什麼問題 特別是野豬衝擊 撞過來那一刻 我不知道他有Bug還是怎樣 有時撞了他都照撞到 而且他有兩Hit 很奇怪 我相信很多人一開門那一刻 沒有說是照骨灰 他一開始必定衝過來 很多人一開始衝過來 那一刻已經死了 我相信肯定有人試過 就算你不死 然後他有招 他這個野豬王二階段的時候 他有招call 黑洞 這個真是究極弱智 這個令我想起街把 我ED 只要那些黑洞播 雖然你可以跑離黑洞 但這個黑洞的設計很弱智 配合他的攻擊的密度 密集得來 最大問題 DLC的王連喝水都不讓你喝 很瘋 這個野豬王你打過包你讚好 另外一隻就是美王 美王就真是瘋的 他真的完全是星爆 真的沒說錯 真的是Kelido 拿著雙刀 不斷劈完之後 硬值非常小 你最多只能偷他一下輕攻擊 多都不行 所以基本上你搞DLC 那麼多新武器 那麼多戰技有什麼用 你都用不到 你出德禮都被你劈死了 他的硬值太小 那就是二階段 二階段有光效果 更加不用說 那總之美王呢 我暫時上網看 我未見過有人覺得美王的機制做得好 清一色都是屌美王 美王是誰呢 你自己有機會自己看 有看過直播我都知道 但我這裡不劇透 所以整個DLC 很多王的設計 是有點失敗的 當然有些王是難得來都合理 例如武獅 和雙月騎士 甚至乎城主呢 我都覺得合理 因為他們每出完一套拳 都有一個明顯的硬值 起碼被你打到一下 但美王那些是神經病的 你真的有機會你親自去打一下 還有這個野豬王呢 我覺得真是最噁心 BOSS之一沒有之一 所以綜合以上那麼多點 再跟大家總結一次 首先難度曲線問題 太難 迫你用這個DLC強化 現在這個DLC強化呢 你是去執取一些 執取一個幽影碎片 即是說其實你打怪星 我已經沒有什麼異議 然後那些王呢 那個難度是有些問題 我只能這麼說 特別是野豬王和美王 這兩隻超級有問題 是打不停的 另外就是地圖 有太多垃圾執了 即是有些強化石 這件我不知我可以怎樣修正 就算他想改 也不知如何改 因為他如果這樣把所有地圖的東西 重新改過 我相信是一個非常大的工程 很容易會產生更多Bug 然後地圖空礦 再配合剛才所說的地圖 有太多垃圾執 是一個兩奧相互相食 第三就是火巨人 這是一個超級悶 但由於那些敵佬 某些是非常悠 你不打又不行 打又覺得很悶 對不對 總之這些就是我想說的問題 還有一個主線問題 這裡提醒大家 這個不劇透 這個DLC其中有一幕要消樹 消樹前請三絲 因為你一消樹 所有支線都沒有了 這件事本轉期有支 但基本上你不看攻略 你很自然 好像我這樣燒了 其實所有NPC都玩完了 我可以收檔 總之這個提醒 如果你未開始玩 或者未玩到消樹 消樹前 一定要去到右邊的地圖 因為這次DLC的地圖 我不知道它設計是壞還是怎樣 左邊就是主線 右邊就是完全不關事 我其實也不是故意沖 只不過我順著走 我走左邊就直接沖到尾 但右邊的地圖 完全不關事 但最大問題是 所有支線都集中在右邊 整件事我不知是反之好 不過這些你也預算了 你玩得暈倒是Dark Soul 和Elder Ring 你不上網看攻略 那些NPC一定會失敗很多 以上就是我所說的 為何會有人覺得 Steam版會鋪扁不一的原因 當然啦 亦有些原因是有些中國人 為甚麼呢 因為這次Elder Ring 是沒有簡體版的 所以有些人說是特地用大陸人來搞事 但這兩題 我覺得其實DLC的確是有它的問題 這是不能夠忽視的 那它可不可以玩呢 如果你跟我一樣 只有M底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OK 雖然是辛苦 但也能夠接受到 始終是Elder Ring 你也要玩的 但無可否認客觀點說 以上所說的缺點 它的確是存在 我覺得其實的確是要改善 特別是側垃圾這一點 以及那幾隻王的設計 我覺得是有些問題 那公奇英的遊戲 會不會出現改善的王呢 是有的 那之前的裝甲戰技 即是裝甲戰技 甚麼叫做AAC 那隻卡碧尼的不是太厲害 它在後期是弱了 是弱化了很多 是超容易玩的 那到底Elder Ring 會不會搞這個 其實我覺得美王真的太離譜了 我覺得他應該要加少少硬直和停頓位 你不要說喝水 你偷刀也偷不住 還有我真的想問一下公奇英高 你搞到這樣 我想問一下 如果不拿紫文盾 我想問一下怎樣打 其實基本上 全世界都要拿紫文盾出來 如果你可以不用用盾打 當然你是不叫分身那些 即是單挑的 那些人可以放上youtube 因為太厲害了 那就是這樣 不知道大家有玩又怎樣看呢 很多人就說 有多難 我叫NPC加累敵大哥 是不是輕鬆弱彩 這個都是他們的玩法 大家不應該去歧視 但我想說 這些call分身 你也不要覺得 那些solo的人是自己拿來賤 因為其實雲系遊戲 一向都是單挑的 我不相信公奇英高會走出來說 你的玩家不夠膽就call分身 call骨灰 他一定不夠膽這樣說 因為其實雲系的根本就一定是單挑 如果他這樣說的話 一定會引發中羅 你信不信 所以公奇英高絕對不夠膽 叫那些投訴難玩的 call骨灰 他這樣說的話 本身雲系的核心 那個意識 一定會摧毀 在這個雲系的玩家群 也會形成一個很大的影響 所以其實大家要 無論是solo也好 call骨灰也好 OK 大家的玩法不同 你不要說人 就是這樣 好了 這次來到這裡 大家可以留言 我們下條片見 拜拜